一加新机曝光 搭载骁龙888 采用最新的65W快充方案 IT之家 10月4日消息 一加今年上半年推出了搭载高通骁龙888 的一加9系列手机 后续推出了骁龙870的一加92手机 现在数码博主i数码闲聊站 后路 一加这个月将推出一款骁龙888 新机 然后快充方案采用最新的65W快充 从最近的爆料信息来考察 一加最近将会推出一加92T 但是一款骁龙870机型 其他产品在未知 屏幕方面 一加9出厂逐一色彩校准 支持120Hz刷新率HT210加认证 前后双光感和8192及自动亮度调节 一加9破手发搭载 4800万像素IMX789传感器 拥有一分之一 35英寸面积与16.11分的独特比例 支持光学防抖和8K30FPS 4K120FPS视频拍摄 可实现12-B特奥输出